夾口铁片其中一塊今早掉了 警方害怕繼續被車走會有危險 一度實施單線雙程行駛 余子玲現在就在青衣藍橋出口 余子玲 今晚9時會有特別交通措施方便維修 是的 還有兩個多小時青衣藍橋局部封閉 實施單線雙程行駛 從這裡看上去橋面的交通已經恢復正常 警方在5個小時前 等路政署的工人鋪了一塊臨時鐵板之後 就解封青衣藍橋的 下午大約1點 警方封了整條青衣藍橋 方便路政署的工人進行臨時的維修工程 工人首先用繩綁著一塊接近100公斤的鐵板 然後用鐵筆繳一繳塊板 快板拿上來之後 工人就在一個洞的四邊鋪麻布 然後鋪一塊大鐵板 快板要來暫時乘著那些車經過的力度 警方將橋解封之後 大型貨櫃車可以恢復使用藍橋 而那些大車經過的時候 可以看到快板有移動的 快搭口鐵板在早上8點左右 被人發現有問題 一個司機開車經過青衣藍橋 發現快鐵板螺絲鬆脫 而且還下陷於是報警 而警方10點多開始 封了現場出青衣一段橋面 實施單線商程行車 部分警員就在青衣藍橋的 葵青路入口指揮交通 不讓重型貨車行藍橋 要改道圓葵青路上北橋入青衣 路政處說青衣藍橋有二十幾年歷史 造成這樣的現象 主要是多重型車經過有關 而螺絲鬆脫鑑中都會發生 這個鑑棚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在橋的中間 它上下的移動比較多 所以鑑棚比較容易損壞 他說事件不會影響 橋的結構安全 一位學者也說 青衣藍橋的鑑口跌出來 短期沒有什麼影響 不過青衣的居民團體 就要求路政處加強檢查和維修 由陳建文報導 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 是助理教授陳鴻天指出 青衣藍橋鬆脫的這種鑑口 主要是為路面震盪和冷縮熱障預留伸縮性 鑑口鐵板短暫脫落 對整條橋的結構沒有直接影響 不過如果不盡快弄好 一樣會有危險 如果譬如說路政處 它不會馬上來換去 尤其是現在的天氣是膨脹的天氣 所以應該會不是那麼好 青衣藍橋有22年的歷史 路政處說橋面的負荷重量是180噸 重型車輛一樣可以行走 他們每年會進行兩次的維修檢查 去年年底才完成一次路面的維修 一些青衣的民間團體就認為 這條橋在90年的時候弧度下垂 已經進行過維修 他們說路政處應該加強檢查 這條有這麼久歷史和高使用量的行車天橋 為了舒緩出入青衣島日益繁忙的交通 政府已經準備動用13億元 在明年一月興建第二條青衣藍橋 無線電視記者陳建文報導 余子玲 路政處有沒有說維修工程要做多久呢 路政處打算由今晚開始連續做三晚 即是這幾晚九點至第二早六點 都會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的 謝謝你 看看其他新聞 失業率上升工人欄